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再回到现场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过了 我们现在谈的是什么呢 基于对象的程式设计 也就是写单一的class 我们已经谈过了对于这种单一class 它的经典分类有带指针的和不带指针的 我们分别用两个例子来表现这种写法 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两种类 这两种class的精髓 该怎么去设计它 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为各位做补充 这一些特性并没有出现在我们前面的例子里头 所以我用另外这个小单元来补充 首先我要补充的是 static 静态这个东西 静态是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个小主题呢 好好的再来熟悉一下 this pointer 这个非常重要 当我们这一个基于对象的这种写法完成之后 我们下一个大主题就是面向对象 也就是要写很多的class彼此的组合 有什么样的关系结合在一起 这时候你要 你必须很清楚你的程序 在很多的class之间移动来走来走去的时候 你必须很清楚 那么你要对这个this pointer有充分的了解 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这一个小单元 还可以让大家再整理一次this pointer 所谓静态的意思 先看看语法 你在一个class里头 class有数据的部分 data member有函数的部分 你只要在数据或者是函数都可以 前面加红色的这个字 这是一个关键字 那么它就成为静态的数据 或者是静态的函数 好 在以前我们没有谈到这个static 所以一个复数 使用者如果这么写的话 创建出三个复数 在内存里面是什么样子呢 好这里有一个复数两个三个 这里面的数据就是在这个类里头 非静态的所有的那一些数据 都创建了一份 以我们前面的例子来讲 复数里头就是始步虚步 两个double值 它都不是静态的 所以这里就是两个double 两个double 两个double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这是一个用法 我们通过c1来调用real这个函数 好real这个函数 就是要取得始步 我们很自然可以这么的去调用它 而在前面我曾经 谈过一点 谈过一点点 现在要谈得更仔细的就是 通过c1调用real这个函数 其实换一个角度看 以c的角度去看它的话 这个函数的全名叫做complex 冒号冒号real 而谁调用我 谁就是那一个this pointer 现在是谁呢?现在是c1 所以c1的d值 才能够成为指针嘛 c1的d值就成为this pointer 现在呢通过c2来调用 所以c2的d值 就成为下一行的this pointer 它们所指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c1的d值那指的就是这个 c2的东西指的就是这个 我们在调用相同的函数 但是传给它的是不同的地址 这样它才有机会 它才能够通过这个不同的地址 去处理到不同的数据 这个函数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就是只有一份 所以再回到这边来 但我们先前都没有导入static static这个关键字的时候 函数 只有一份 现在扩展开来 这边是在内存里面的长相 给各位看看 成员函数只有一份 但是它要来处理很多个对象 那怎么办呢? 一份函数要处理很多个对象 一定要有某个人 某个数据告诉他 你要去处理谁 靠的就是这个this point 所以我这个图这样的意思就是 有一个this point 会传进来 怎么会传进来呢? 刚刚这一个过程 让大家很清楚了 它会传进来 然后它才能够根据this point 找到它要处理的东西在哪里 我们先前在设计复数的时候 代码是这么写的 成员函数 先前我也强调过 成员函数有一个隐藏的参数 叫this point 但是我们不能写进去 这个是编译器 自动会帮我们写的 那么虽然参数不会表现出来 但真的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在函数里头去用它 现在我黄色的这一部分呢 你可写可不写 小括号里面你一定不能写 但是函数里面你可以写可以不写 你不写的话编译器就帮你加这一行 加这个黄色的这一部分 所以这个故事就呼应到 这边的函数呢通过this point 才能够取到不同的 它要处理的对象 现在我们加上静态 static 加了static 之后的这一种数据 它跟对象就脱离了 它不属于对象 它单独的有一份 在内存的某一个区域 我们不必知道它在哪里 反正后头的代码能够找得到就好了 好 我把它画在这个地方 静态的数据 那静态的函数呢 它的身份跟一般的成员函数 在内存里面一样 我所谓的一样就是它也是只有一份 函数当然只有一份 不可能因为你创建了好几个对象 就有好几份函数 我会这样子 好 那这个静态的对象 静态的数据只有一份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 会使用这种静态的数据 比如 你现在设计一个银行的账户体系 account 户头的体系 有一百万个人来开户 这个是account 那既然有一百万个人 所以你那个程序里面显然要创建出一百万个人出来 账户 户头出来 但是其中有一样东西不应该跟账户有关 那就是利率 每年的6月20号 12月20号结算一次利息 这个利率应该是一百万个人看的都是同一份东西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不应该把利率设计为一般的乘 一般的数据 我们应该把它设计为静态的数据 那么它就只有一份 这就是静态数据的性质 以及什么情况之下要使用它 那什么时候使用静态的函数呢 静态函数的特征 跟一般的成员函数的特征 差别在于静态函数没有this pointer 没有 既然没有this pointer 可见它不能够像一般的成员函数那样去取 去访问 去存取 去处理 这些对象里面的东西 因为它没有this pointer 那它做什么用 那显然它 它只能去存取静态的数据 静态函数 如果要去处理数据的话 它只能处理静态的数据 这个是环环相扣的 我们体会一下 所以在语法的部分 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加静态就好了 现在我带大家来看一个例子 刚刚谈到银行体系 我就设计一个account 那么数据的部分 那个利息 利息 利率 利率这一个变量 我这里叫做mrate 我把它设计为静态 为了处理这个利率 我再设计一个函数 叫set rate 设计为静态函数 所以有一个静态数据 还有一个静态函数 好 在语法上我们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是静态的数据 你一定要在class的外头 做这样一行动作 这一行动作 这一行动作 有的人把它叫做 射出实话 射出直 因为往往会写成这样 给一个直 那有的人说 那这个叫做声明 不过严格来讲 在严格的术语来讲 这个叫做定义 definition 为什么呢 一般我们说 写一行下来 会造成这里面的变量 获得内存 这一行叫定义 所以在这个类里头说 这一个变量是静态的 这只是声明而已 因为它脱离于这个 将来产生对象的话 它是脱离于对象之外 它是属于类class 好 无论如何 我们要记下来一点 静态的数据 在类class的外头 要写这么一行东西 那这个要怎么写呢 把它的类型写下来 double 这一个变量的全名叫什么 叫account account里头的利率 至于要不要给出值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我们看看静态的函数 刚刚提过静态函数没有this pointer 所以它只能去处理静态的数据 好 在这里头呢 set rate 就把这个利率设为x 那这个利率是属于静态的 这样在语法上是对的 我们再来看看如何调用这个静态函数 这个函数现在叫set rate 你可以 这里有写了 调用静态函数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通过对象来调用 那就和一般的成员函数一样 通过对象来调用 第二种就是我目前没有对象 也许这个银行一开幕 还没有人来开户 但是我利率这个事情必须先设好 虽然我现在这样讲 也许跟现在的银行体系不太一样 可是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应该能 能够懂 所以很可能要需要 当我们需要调用静态函数的时候 我们手上并没有对象 所以静态函数说 你也可以通过class name来调用我 那这个就是class name 而不是加上class name之后的函数全名 这样来调用 或者是之后已经产生对象了 那通过对象来调用静态函数也可以 但是要注意 语法当然是ok 没问题 以前通过对象调用一般函数的时候 这个对象的地址 会被放进来变成dispoint 现在由于这是静态函数 所以不会有这一种 编译器不会帮我们做这种印堂的动作 好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static的意义 那这一章给了一个小例子 先前我曾经提过 我有一个补充 在讲复数的时候 有很快的提一下静态 当时我举的例子是这样 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模式 这个 这个 诉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写的一个class 只希望产生一个对象 你可以去想想在现实生活中 什么时候可能会用到 那么当你需要的时候 就要像这样来做 其实做法有不止一种 但是现在这种做法是非常好的 我们看看 我现在写的一个class A 我在这个里头 private里头 放一个自己 A这种东西是静态的 所以 没有任何对象 没有任何人要创建这个A 这种对象的时候 这个东西已经在 A本身已经在 一个了 就是这个static 这个A 然后我不想让外界来创建这个A 我就把它的构造函数 现在这一张图里面呢 有两个构造函数 把它放在private 所以没有任何人 可以来创建它了 因此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个A 就只有一份自己 这个东西 那外界不能创建它 外界要怎么去取得 这个唯一的这一个呢 我们再设计一个静态函数 叫做get instance 那这一个函数就是把刚刚那个 唯一的字集 return回去 所以get instance 等于是对外界的唯一的窗口 唯一的接口 外界只能通过这个函数 来得到唯一的这一个A 这样子写 外界呢它必须这样写 这一个是一个静态函数 所以它的全名是什么 A冒号冒号get instance 这样会得到什么东西呢 这个函数返回 得到的就是这个唯一的A 然后我们接下去 我的这个例子 再通过得到的这个唯一的A 我再去调用这里面的 任何一个函数 我现在的例子是setup 这一种 这是一个设计模式 现在 假设你不了解设计模式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一种 要解决某个问题的一个特殊解法 这一种叫做singleton 就是单见 单体 单立的意思 只能有这么一个 这个叫singleton 很容易实现出来 用静态就可以实现出来 但是这个写法还不是最完美 我们来检讨一下 你虽然写好了这个A 如果外界都没有需要用到 这个A仍然存在 这个静态的A仍然存在 好像有点浪费 所以更好的写法是这样子 这个仍然是那个对外的唯一窗口 get instance 这个函数 静态的 刚刚我们的例子里面 这边有一个静态的自己 现在不这么做了 把它放到这一个对外窗口 这里头来 唯一的差别就在这里 再看一次刚刚那一页 静态的 是在private里头 现在这一页 静态的自己是放在这个函数里头 这带来什么好处呢 那你要回想一下 在C里面就已经存在了 一个函数里面静态的意思是什么 只有当有人调用到它 这一个东西才会出现 才会诞生才会创建 那离开这个函数之后呢 这个东西还在 这是过去C以来就有的性质 所以写成这样之后呢 即使没有任何人要使用 如果没有任何人要使用这个单例的话 那这个单例就不存在 一旦有人用了一次 这个单例才出现 并且也永远只有这一份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写法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写法 好 我们复习 我们整理了这个静态 static 的这个关键字 我们再往下看 我还补充了些什么东西 在前面的例子里头 我们都为了要把东西打印出来 验证 所以我们都用cout 都用cout 那 也许你有疑惑 为什么cout可以接收 各式各样的类型的数据 你可以把整数 浮点数 double值 字符串 指标 都丢给cout 它都能够打印出来 它怎么这么厉害呢 是不是它对于这个 output operator 也就是小于小于这个操作服务 有做了这么多的 类型的重载 会不会是这样呢 把证据找出来 这个就是cout 这是标准库里面的原代码 挖出来的 这个就是cout 它是什么类型 在这里看到了 这名字很长 我也不念了 那这个类型又是什么 我们往上看看到 它继承字 all stream 可能你还有印象 我们在写 小于小于这个操作服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到all stream 好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cout就是一种all stream 然后我们去看all stream的定义 然后我们去看all stream的定义 发现的确 如我们所想象的 它做了这么多的小于小于的操作服务 接受哪些类型呢 这边有点点点 所以其实还没有列出完整 这里接受的是 接受的是 没有正负号的字符 有正负号的字符 指针 这里也就是字串 还有什么 整数 等等等 long on sign long 还有点点点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cout才能够接收 那么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 而且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这个是我对cout的补充 接下来我还要再补充模板 那模板是一个很大范围的东西 但是我这边用简单的两张投影片 让大家理解最精髓的部分 其他更延伸出去的细部 就不涵盖在 没有涵盖在我们这个课程里头 前面我们在设计复数的时候 我也概略提过这个概念 就是你在设计复数的时候 你的实部和虚部 先前我们是设计为double 如果我这样子想说 double太死了 说不定将来是要放 protein 实部续部是浮点数 或者只是整数而已 所以它有一个变化怎么办呢 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 把实部续部到底是什么类型 我不写死它 我就用一个符号来表现 我现在全部用t 黄色的这一部分 全部都把它变成t 然后我必须告诉编译器 这个t是什么 这t是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用b行来表现 template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本来它是一个class 现在就变成一个class template 类模版 有的人把它称为template class 我们叫classtemplate 其实意思都一样 写成这样之后 当然这里头很多 小小的语法上的细节 我这里并不带到它 因为这不是没有完整涵盖在我们课程里头 但是精神上这样已经足够了 使用的时候要怎么用呢 你的客户就要这么写 我要使用一个负数 我这里面的那个未定的类型 我要绑定为double 或者我要绑定为整数 用法是这样用 这样子 其实编译器看到它 会把上面这一段代码 把t全部替换为double 这样就得到了一份代码 编译器再看到下面这一行 又把上面的t全部替换为整数 又得到一份代码 所以等于这样两个写法 使用者这么用 其实是两份几乎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代码 只有这个t不一样 所以有的人会说 模板会造成代码的膨胀 指的是我刚刚讲的这种情况 代码的膨胀 但是这个膨胀是必要的 你就是里头要放的是 十步虚步是double 或者十步虚步是整数 这就是两种情况 一定需要两份代码 所以这并不是缺点 好这个叫class template 那function呢 这个就是在这门课之前 我们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function template 我们来想想看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 我设计的一个class叫stone 给了一些粗值 我要取出它这三个stone里头的 最小的那一个 这个笔大小这个函数 我们开始想 最简单就是设计成这样 笔大小 那么本来 这个笔大小专门为stone来服务的话 我这里面传进来的a跟b都是stone 但是我现在想 嗯好像传任何东西的笔大小 其实都是这样写 a跟b 那a有没有小于b b有没有小于a 都是这么写 那是不是我可以把a跟b的 不要说它是stone 说它是个t 比大小比的结果呢 不是a就是b嘛 所以这个返回类型也是t 我们希望有语法支持我们这样的想法 c++的模板 的确支持这个想法 所以就写好了 这边都是t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编译器 这个t呢未定 所以要写成黄色的这一行 先前你在类模板这边看到的 这个兼括号里面就是type name 现在你在这里看到的是叫class 其实两个关键字 在这个地方是相通的 都一样 好所以我们来走一遍 我现在有三个stone 我要比其中的两个笔大小 我要把它放到3里头去 这个笔大小 这时候编译器会对 function temporary的进行食餐 这个引述就是食餐啊 argument deduction 这个是和类模板很大差别的地方 我们再往上看一次类模板的用法 用的时候必须明确指出来 里头那个type要绑定为什么 但是现在是function temporary 不必明确指出来 本来在这里要有尖刮号 不必指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编译器会做argument deduction 十餐的推导 这个非常好 它就帮我们推出来 说ok 既然这个r1r2都是stone 所以它就跑到右边来 把所有的t 替换为stone 得到了一个函数的版本 那继续编译下去呢 编译器看 这个t是stone 所以a跟b要比大小 就是stone要比大小 stone怎么比大小 编译器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操作符重返 编译器看这个小于 这个符号是作用在b身上 而b b是一种t t是什么呢 现在说要比的是stone 于是冰译器就去找这个stone 看你有没有定义小于这个函数 如果你有定义 我这边就通过了 如果找不到这一个函数 那编译器编到这个地方就说 我虽然帮你找到了 该调用这个函数 可是这个函数里面比大小 我不知道如何比大小 所以这是互相搭配的 这个叫函数模板 这样的设计 合理吗 其实很合理 比大小就是这个符号 不管什么东西比大小 都是这个符号 至于这个符号 作用在stone身上 作用在person 人身上 作用在animal 动物身上 该怎么去比大小 设计这个比大小的人 责任不在他身上 责任在设计stone的这个人身上 或者是设计animal 设计person 设计各种class的人的身上 他才知道怎么去比大小 所以这样把责任分开来 是非常好的 这也就是标准库里面的作为 标准库里面有一大堆这种东西 七八十个 就把这一种东西叫做algorithm 算法 所以在C++标准库里面的算法 全部都是function temperate 就这种形式 好 这两页我补充了模板 那扩张出去 模板有很大的学问 扩张出去还有很多细节的语法 比如说什么特化 specialization特化 偏特化 partial specialization等等 有一大堆 那个就需要更多的课程 以及书籍 下一个我要补充的是namespace 我们先前写的例子 有字符串 string 和复述complex 都没有用到namespace 这个我现在讲这话太武断了 其实有用到 但是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写namespace 但是有用到别的namespace 那namespace到底是什么呢 语法是这样 这是一个关键字 你后面可以命一个名称 然后然后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到这里头 我们就说所有这些东西被封锁 叫封锁是太太严格了 被包装在这一个你的命名空间 名字空间里头 所以也许在一个公司里头 你发展的一些东西 你怕跟别人同名 那同名是不可以的 ok 你自己先写一个namespace 那别人也写一个namespace 这样永远不会打架 因为它被封锁 它被包装在一个单元里头了 这就是namespace 那既然被包在一个单元里头 我们怎么去用呢 怎么去打开它呢 有几种方法 现在这边特别提出来一个叫std 这就是标准库所有的东西都被包在std里头 它并不一定需要写的很长很长 因为这边写一段 这边写一段 这边写一块 在不同的文件里面都写一块std 最后会被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分段来写 好那我们要怎么去用标准库里面的东西呢 第一种做法是最简单的做法 叫做using directive directive就是命令 这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这么写啊 我现在要使用这一个命名空间 叫std的这个命名空间 这种写法叫using directive 等同于你把这个整个封锁打开 全部打开 从此呢 你不用再写全名了 本来在std里面呢 它的全名要写成这样子 std里头的see in 或std里头的see out 这是它的全名 现在不用写了 我已经全部打开了 写这样就可以 这是全开 或者是我要一行一行的打开 因为这个标准库里面 可能有可能有几千个东西 我不想一次打开 也许会造成我后面的混乱 那这一种写法叫做using declaration using的声明 它是一条一条的声明的 写法是这样 using 这边using有namespace 这边没有 这边就是说 我就要用这个东西 像我们往下看 我写了这一行 所以接下来当我开始用see out的时候 我就不必再写全名了 所谓全名就是加上namespace的名称 但是另外这个东西see in 我前面并没有写 所以后面用到see in的时候 我得写它的全名 或者是你都不打算这样 你就是要非常规矩的 把它的每一个的全名 全部的名称写出来 那就是最右边这样子 都没有用到use in 当然是最左边这种最方便 而我们是一定会用到std标准库的 所以像我再写一些简单的小例子 几百行几千行 不是非常复杂的 我都是用这样一行直接打开它 后面我们写的时候 就不用打那么多的字 我所谓打那么多字 就是要把这个全名打出来 就不必了 好 这是补充namespace 还有更多更多的细节 以及深入的部分 这个不涵盖在我们的课程之中 有哪些东西呢 比如这一个 你可以在一个class里头 写这一种函数 很奇怪啊 它的名字叫做operator 加上一个type name 这就是做一个转换函数 比如说你现在设计一个分数 有分子分母 5分之3就是0.6 所以5分之3 这个class里头呢 你会觉得 至少我会觉得 把它转成0.6 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就会在分数 braction 分数这种class里头 写一个这种函数 这很特别 我们没有深入 要深入下去 跟大家讲有哪些 还可以更多的细节要探讨的 像这一个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构造函数 前面还可以加explicit 这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函数 另外 我们前面介绍过操作符重载 你可以把你的东西 你的object 变成一种point like 像指针的东西 东西就是对象 或者是把你的东西写成一种像函数 的东西 或者是namespace 刚刚我们已经简单介绍过namespace了 但是它还有其他的细节 我们没有时间介绍 或者是模板的特化 还有偏特化 这都是需要我们继续去探讨的 我们这课程只有9个小时 10个小时 是没有办法涵盖这么多东西的 还有一个主题 很大很大的主题 标准库 这是好东西 必须去用它 里面是一些数据结构 看一些算法 就是你在学校里 大学里面学到的那些数据结构 跟算法 已经都被很好的实现出来了 放在标准库 应该要好好的去用它 下面的这一些 全部都是C++11之后新增加的特性 我也就不去念它了 所以告诉各位 还有这么多的细节要探讨 有一句大家常讲的话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不过前面的这几个例子 已经够大家 养成大家一个 培养一个好的习惯 写出好的代码 前面谈的就是对单一class 该怎么写的一个课程 下一个大主题要谈的就是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叫OOP 面向对象编程 把它往设计方向来走 就是OOD Object Oriented Design 这边要探讨的是 类和类之间的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休息一下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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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